那些肮脏的东西,你不能去帮别人背的 你背了就帮他中了一次恶因 自己吃苦头,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吃 过去人家做错事情,我替人家着急,拼命替他着急 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来找我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就像孩子跟邻居打架 孩子回到家里,妈妈急得不得了 叫孩子去赔礼道歉 但是孩子不肯,妈妈气死了 最后妈妈帮他承担 跑到隔壁替孩子赔礼道歉 人家生气就拼命骂妈妈 这不是背叶了吗 碰到脾气不好的邻居 还会动粗,把妈妈打一顿 这不是妈妈帮孩子背叶了 师父还说,师父就是这样背的 孩子做错事情,我急得不得了 他们自己小房子也不烧 慢悠悠的,也不忏悔 我急得不得了 最后我就帮他们背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座精彩的铜球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师父 上周五遭遇汽车追尾事故 当时我的车在红灯前停下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同时感受到后方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袭来 我整个人被震的有一两秒 是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当时我整个人完全被惊到了 心脏砰砰乱跳 一时告诉我 这下完了 连忙下车查看 原来是三车追尾 最后面的一辆车的车头 已经惨不忍睹 第二辆车的车尾也没能幸免于难 再仔细查看自己的车尾 上下左右 检查了好几遍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真的难以置信 当时 刚巧我的车的后备箱中 装着菩萨像 法宝等 我能感受到 这么强烈的撞击 但是居然连油漆 都没擦掉一点 真是奇迹呀 如果不是菩萨保佑 怎么可能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菩萨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菩萨无处不在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父的涅槃让我深刻体会了 人间只是一种幻化的感觉 因缘了了 感觉也就没了 让我明白 病要实践 不再执着 我难过 我痛苦 处在这种感觉 说明业力没了 因缘没了 放下吧 总有了的一天 感恩让我在极度痛苦的时候 遇到了心灵法门 遇到了恩师 感恩伟大的佛法 让我明白 要有感恩心生活 感恩心才能升华 慈悲心 菩提心 感恩心是法宝 不造业的法宝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在师父供台前 为师父念经文组合小房子时 冰凉的身体慢慢热起来了 弟子帮您念经 却得到您的反加持力 感恩您 慈悲的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一切 今年十月底 体检查出疾病 又做了一些化验检查 按体检医院大夫要求 先做个小手术 当即许愿放生一万条鱼 念小房子一百零八章 除每天功课 和听白话佛法外 在家要使管理真言四十九遍 正信正念 良心对待每一天 求佛菩萨保佑 消灾去壁 免除手术之痛苦 目前已放完一万条鱼 小房子再送十多张 左右就一百零八张了 昨天拿着体检报告 相应的化验结果 到医院的专科门诊就诊 结果大夫说 明年开春 再复查一下吧 也没开药 更没提做小手术的需要 感恩佛菩萨保佑 我会坚持继续努力 放生 念小房子 好好做功课 消灾去病 感恩一切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自卑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卑 不让师父卑 不让师兄们卑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位年轻人向清净法师诉苦 他说 由于自己性格耿直 心直口快 到处得罪人 事事不顺利 大学毕业之后 踏上了社会 他却越来越厌世 感叹 感叹 现在社会上的人 不喜欢听真话 总喜欢阿淤奉承 虚情假意 他跟法师说 我不知道 未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 真的希望 走进深山 远离这个世界 行进法师 讲了一个故事说 在当年的南越 怀让禅师 遇传灯给 马祖道医 看到马祖道医 始终坐在那里打坐 怀让禅师 跟他打招呼 马祖也 不理不睬 怀让禅师 一想就拿了一块砖 在马祖面前 地板上在磨 马祖忍不住问了 老法师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磨砖做镜 就是把砖头 在磨 磨到下面镜子一样 结果他就问了 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 你开什么玩笑 法师说 那我问你 你在干什么呢 他说 我在打坐 你打坐为了什么呢 为了成佛呀 既然砖头磨不成镜子 难道你打坐 就能成佛吗 马祖愣住了 问 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做 才对呢 怀让说 比如 牛拉车 车不走 是打牛 还是打这辆车呢 当然是打牛了 怀让说 可你现在 明明是在打车 秦静说 我们自身是牛 客观条件 就是车 是打牛 还是打车 显而易见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应该从自我身上找毛病 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的不成功 遇到了挫折 烦恼和困难 或者人际关系 相处不好 不要怨天尤人 则有限 莫应挺 自身罪业 须自省 自度度他 应上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